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我們要來看第八章 我們還有一點點六七分鐘的時間 稍微嘗一點點第八章的味道 這第八章在談仍然是平衡 他要我們及早下課 這是一個在Solution裡面的更進一步的 這些平衡運用 Applications 但是不要緊張 第八章留到期末考再來考 我們只考到第七章 首先我們要來看一個所謂的 可能這算是複習 就是共同離子效應 common ion effect 共同離子 common 共同的意思 這是一個各位應該有概念的東西 所以我們直接紗入一個例子看 再一度的拿Hf A等於7.2乘10-4次方的這樣的一個弱酸來看 如果我是1.0 molar的Hf 這個計算太簡單 所以直接告訴你 你去算的結果 大概是2.7% dissociation 但是我們現在真的要看是common ion effect 就是說好 如果我今天在這一個Solution裡面 我丟進去Sodium fluoride的固體 好不好 我不改變它的體積 然後最終等同於加進去1.0 molar的Sodium fluoride 這個時候你的初始條件就變 你的Hf是1.0 然後你有一個1.0的fluoride存在 以這樣子的initial concentration 初始條件去平衡你的final 就是有X量過去 產生了H plus X的話 你的fluoride的X還要再加上它原來就在1.0 這兩相乘除上它就要等於它的ka 然後把X解開來 假設X很小的話 你的X出來7.2乘10的-4次方 的確是跟1來比較 是小很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這一個量是0.00072 那你可以很輕易地去計算 你這就是到了123-4次方的一個範疇了 也就是它的這個解離的程度 變得非常非常小 從2.7%掉到0.072% 好 其實我們雖然在這個地方用數字來計算 讓你有更強烈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勒沙特列這個極其棒的一個理論 就已經告訴了我們一個平衡 當我在柿子的右端加入他們的這個物種的時候 平衡就要相對應的企圖減少它而往左方來偏動 也因此這樣子的一個現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OK 所以平衡會偏到左邊 這本來就是你預期 所以這是一個共同離子效應 我們大概就談到這樣子 複習一下 要注意 它是有很重要的一些運用的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就是緩衝容易 Buffer Solutions 我在前面就已經特別提到 生命 體系 它是被控制在一個緩衝容易裡面 它不容許你在存活的時候 體內有極大的一些 這些Proton concentration的一個變化 所以在一個所謂的緩衝容易 血液本質上是幹嘛 就是要去抗拒一個pH值的改變 我們最常拿出來的例子就是血液 我前一回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特別強調 你的血液的pH值大概在7.4pH值 我必須承認在不同的位置 這個pH值會有一些差異 你的位顯然不可能是7.4 那是滿濃的一個鹽酸容易 好 再精準一點 大概在7.35到7.45 你不能expect 每個人的pH值都一模一樣 人在本質上是有差別 每個人精英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計算 我們有一個HA解離 初始我們用HA來表達它的濃度 我就省去了HA0好嗎 然後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也有一些共惡減的存在 這樣子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達到平衡有X的量過去 這邊有減X 這個地方是X 這個地方加X 然後平衡的數值必須要滿足這樣子一個KA 你就有這樣子一個關係式 如果這個X不是很大 OK 而且X基本上就代表了H+. 兩件事情 X用這個來表達 然後用它很小的話 其實這個式子就可以把它 簡化成為一個KA等於X 就是H+. 乘上這一對共惡酸減對的比例 這是把X消掉了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關係式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要去看 那個proton concentration 我們把這個移過去 它就變成了是KA乘上這一對 這樣子一個比一翻過來 現在我們這個關係是 左右各取一個負的LOG 這邊負的LOG就是PH值 右邊取負的LOG LOG裡面相乘就是相加 這個可以提出來 負的LOG KA就是PKA 這邊負的LOG 這邊負的LOG 這個負看起來很討厭 把它移進去 把這邊翻過來 變成HA到A- 注意這個方向 這是很容易記得 你就得到一個 Henderson-Hasselbach equation 非常重要的PH等於PKA 加LOG的這個數據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個地方位置 我們下課 第八章 基本上是 在這個平衡系列裡面 我們在過去那兩章裡面 所談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後 來看一些比較重要的運用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運用 就是所謂的Wafford solutions 也就是緩衝容易 這在很多部分 都是有非常實際的運用價值 也因此必須要在這個部分 有一個好的了解 上一回拿一個最常見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通識 也就是一個弱酸 換言之也就是說 在我們配置緩衝容易的時候 它的基本的一個做法就是 就是透過一對共惡的酸鹼 一個弱酸的共惡酸鹼 對 來配置一個所謂的緩衝容易 基本上 所謂緩衝容易的基本精神就是 就是要來盡量抗拒外界對它所產生的一些PH值的影響 它要想辦法運作 讓它原有的這個PH值盡量保持不變 保持不變 不是說它就一定不會變 只是變動的幅度不要很大 這是基本的精神 那我們從這樣子的一個弱酸的 Dissociation Chemical Equation 來做了一些簡單的計算 在前提上面 因為它是一個弱酸 所以它原則上解離的程度 不會是非常的大 換言之也就是 從這個開始的這個狀況 這一對的共惡酸鹼 如果濃度高的時候 它的這個解離的程度 是不會很高 所以我們原則上做了一些約算 也就是我們在這個計算的部分 我不要講得很清楚 因為這個現在各位是很熟悉的 這個X可以消掉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簡單的 把這個關係導出來 不過這是基於一點假設 那以這一個關係式做一個開頭 左右各取一個Foodlog 你就會得到這樣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係 是非常強烈的建議各位在這門課的這個學期 能夠把它記下來 之後你永遠可以坐下來 不花一分鐘 你原則上是可以把這個關係式導出來的 但是考試的話 能夠記得它是會比較方便的 它也有一個名稱叫做 Henderson-Hasselbach Equation 也就是PH值要等於PKA加上Log的HA分之A- 對於農化系的同學 我是比較建議各位能夠記得這個兩個人名 當然這個方程式是跟它們相關的 那其他這個大質地 大質地 大質系 大氣跟地質系 就OK 好不好 因為畢竟農化系 化學對你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原則上 當然可以是以這樣的一個形式表達 你注意到說 這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從這裡導出來的話 是這個PKA減掉Log的A-分之HA 但是我們會習慣上 不喜歡看到一個負值 所以把它變成正的 把負移進去的話 這個裡面就要翻轉過來 你在記憶上 我建議各位是這樣來看 我在過去的時候一直談 HA分之A- 從分母往分子方向來看的話 這其實就對應在這一個方程式的 由左而右 你習慣了這樣子來看這個 這個事情的話 這樣子的一個 Henderson-Hasselbach的 equation就是很容易記得的 對不對 PH等PKA加上一個Log HA分之A- 你心裡面想到的就是 那一個解離的方向由下而上 這是我給各位的建議 不然我覺得你有可能在考試的時候 然後一下閃不過來 你會搞錯 但是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導正 我剛剛說過你不要花一分鐘 你馬上其實就可以把它導出來 所以不要太緊張 你如果覺得有一點疑問的話 你當場導一下 你絕對不會錯 沒有事情是那麼急的 考試我們將近兩個小時 不到兩個小時 時間是絕對夠的 好 那現在我們要來看 從這個關係事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什麼 我們值得注意記得的性質 我們直接從一個實際的例子來看 如果我們的初始的一個 這一對共二酸鹼的比例 HA分之A- 是0.5比上0.5mol Total是一個mol Total加起來 因為你如果從一個HA0的一個角色來看 就是整個跟那個A相關的 合計起來是一個m 以這個為一個基準來看 現在這個比例就會是1 這麼一話說 那假設 我們直接從例子來看這個性質 假設我們加進去了0.01mol的OH- 不改變我們的這個solution的體積 讓整個問題比較簡單 我們可以直接丟比如說NaOH進去 提供一個0.01mol的OH- 如果今天是水 這將會導致它的POH變成是 直接對不對 10的負2次方 負的Log就是2 就從一個7 原來是7 變成2 就POH而已 這個變化幅度是非常大的 你知道7跟2之間是5 那個5是一個指數的部分 是10的5次 這一個差異 5個0的差異 好 現在我們在這一對貢惡酸碱的體系裡面 加入了一個強碱 概念是我們在前面提到過 一個強碱碱碰到一個弱酸 因為它是很強的碱 所以這個弱酸相對的也變成了一個強酸 所以它們會完全的作用 也就是這0.01mol的Hydroxide 就會把HA裡面的那個H正 完全的吃掉 消耗掉 它就會消耗掉0.01mol的HA 因此0.50m的HA 就會在完全作用之後變成0.49 但是當它的HA的H正被抓掉了以後 它會產生A- 相對的就會產生等量的 也就是0.01mol的A- 上面這裡就會變成0.51 你要注意到上面變成0.51 下面是0.49 它的total 它的total 它的總和仍然是沒有改的 就是一個mass balance的概念 仍然是1 好 這個時候我們的比例很明顯的要變成0.49分之0.51 而這個變化將會從1變成1.04 雖然你會說這個地方不是兩位嗎 這個地方取兩位就是沒變 太棒了我們就是要看一下它沒變 看到沒有 剛剛我們說你把它丟到中性的水裡面 那個變化的幅度是10的5次方 現在呢 你把0.01mol同樣子Hydroxine的Solution 就是說Sodium Hydroxine 丟進去的話 它造成的影響幾乎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為了要凸顯它 它畢竟我們也知道它是會有變化 這個變化有多大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取了三位 我說過如果今天我們要看某些特定的一些變化的時候 有時候你是可以超越這個所謂的不準度 你去把它拉大一點 各位在做電子習慣的時候 有些同學就在計算那些元素分析的時候 就產生一些問題 你覺得太過頭 這個時候你會得到錯誤的答案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其實也可以看看三位 所以它的變化其實是在這個0.04的這一個部分 而Log的1.04這一個數值是0.017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去做呢 因為你知道前面的Henderson-Hasselbach equation 我刻意利用這個名稱 讓各位稍微有點印象對不對 就是pH加上pKa加上Log的這一個東西 Alright 當然它是1的時候 那Log1是0對不對 就是pH就是pKa 那你現在加了這樣子的一個OH-進去的時候 這個變化 當然就是後面的那個Log的這個部分 所造成的 因此特別把計算給各位看 它的變化只不過是0.017而已 換言之也就是pKa再多加那麼0.017 如果是畜酸pKa概略是5的話 那一個變化相對於5的話很明顯的是很小的 OK OK 好 這是為什麼我們看這些問題的時候 這個Henderson-Hasselbach equation 是蠻棒的一個關係式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很簡單的看清楚這個變化 好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小的改變 我們從實際的數值的討論來理解它 好 如果今天我們狠一點 我們增加10倍量的OH- 用0.10m 那這個時候的這個pH的變化 將會是用同樣的方法去計算 這個地方吃到0.1就變0.4分之0.6 這個時候你看到這個pH的變化也不過是0.18 0.18 它開始進入到小指點後面那一位去 但是那個幅度仍然是原則上可以接受的 就是變化不大 基本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看 好 現在我們再來換另外一個狀況 剛剛我們是從1比1的一個比例 現在我們仍然保持 這 Overall的mass是1m 也就是HA跟A-合在一塊是1 不改變 這個事實 但是我去改變這一對共二酸碱的比例 變成HA是0.75它比較多 A-是0.25 也因此這一個比例現在是0.33 Log的0.33是負的0.48 那給各位這個數值就是說 你回到那個Henderson-Hasselbach來看的話 這一個buffer 你用這樣子的比例配出來的話 就是pH值會就是那個pKh減掉0.48 我們再度用0.10m的OH-來做這個實驗 剛剛這個來做比較 那現在同樣的量加進去的話 你下面這個酸被吃掉 0.1變成0.65 上面就變多了 0.1就變成0.35 比例當然就改變成為0.54 這個時候0.54 你去Log是負的0.27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部分的變化是0.21 也因此呢 它的這個變化是比剛剛用1比1的這個比例 要大一些 但是沒有大非常多 對不對 從0.18變成0.21 但是不可否認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讓你特別從數值上面的計算 感受到 就是我們用1比1的時候 你可以讓這個變化比較小一點 這是最終我們要去展示的 一個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你的pH的變化是0.21 這是我們剛剛說過的 也因此我們最終 最重要的一個結論就是 從直接的數值的分析上面 告訴各位就是 這個optimum最好的 最棒的這種緩衝 是在我們讓這一對的共二酸鹼 以一個1比1的比例存在的時候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在這個地方另外還牽涉到 OK 當然這個是1比1的話 那個計算也是非常簡單 也就是說你的pH值 基本上就是用pKa來看 這是非常非常容易去計算的 另外我們要看的就是 所謂的buffering的capacity 實際上你能夠有什麼樣子的能力 去對抗外界給你的這些酸鹼的變化 還決定於在實質上你的ha跟a-的量 你如果外界加進來那些酸或者是鹼 讓它有非常大幅度的變化 那當然也擋不住了 也擋不住了 OK 也就是這是決定於所謂的real magnitude 也就是a-跟ha的實際的那個大小 剛剛我們是0.5比0.5 你如果加進去0.4的oh- 那當然你擋不住 那個變化將會是非常巨大的 這沒話說 那就是一個所謂的capacity的問題 它的這一個容量的問題 我說過 這一個緩衝容易的體系是極端重要的運用 也因此就讓我們拿生命來做的例子 我們提過好多次血液 我們說過血液的ph值是不能夠容許 有很大一個數值的偏動 如果有的話你就會很慘 你的人生變黑白 這是絕對的 OK 好 那今天我們來看 我們的生命體系到底是如何去運作呢 它其實就是用一個在大氣裡面存在的CO2 我們都知道說氣體的CO2 它融在水裡面就會產生碳酸 所以在這個地方它是有一個平衡 下學期我們會討論到這個平衡 相關的那個平衡常數 只要但是 觀點是如果這個是固定的話 那就是它的濃度是固定的話 這個濃度原則上是會 是會 某種程度是固定的 但是它是會解離的 解離成為H plus 跟Hydrogen Carbonate 這就是我們血液所用的Buffering System 而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用來調控 用我們的這個部分的concentration 等一下我們會仔細的稍微談一下 那我們可以去查一個表 就是碳酸碼 它的PkA1是6.1 但是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表我們不是直接拿來用 那個表普遍的會是在25度C 但是你知道你的血液不是25度C 不然你就變成冷血動物 實際上大家知道差不多36左右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Physiological temperature 而我們在前面提到過 溫度是會影響你的平衡常數 要看它是一個吸熱放熱的反應 總而言之 你如果要算得精準的話 你必須要去關心溫度是什麼 你才能夠看清楚一點 不然的話你會有一些偏差的 好 這是提醒各位 眼影城你去看你課本上面的那個 碳酸的PkA1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它有一點點差別 那這應該是來自於溫度 那我們已經說過了 PkA是一回事 但是實際上血液是差不多7.4為減性 對不對 所以很明顯的代表的意思是 這個地方的碳酸跟Hydrogen carbonate的比例 不會是1 不然的話它就應該等於6.1 如果是1的話 Henerson Hasselbach equation 是告訴我們如此的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去計算 套用這個公式 你知道PkA1 你知道PkA1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地方的比例是多少 很簡單的計算 概略20 20 代表的是 它 是最主要的一個物種 對不對 它其實相對是比較少 另外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大自然並不是挑選那個1比1 1比1是我們化學家 去做這種分析得到的結論 但是今天生命的體系不是那麼簡單 它是一個 Evolution 出來的一種體系 那你必須要接受它的結果 它的選擇就是如此 這物盡天則最後的結果是 它取這樣子的一種比例 我們剛剛在談Buffering的Capacity 對不對 Buffering的Capacity 是跟這兩個物種的那個 實質的大小是相關的 所以 一個20的比例 代表它比較大 我剛好說錯了 這個比較大 對不對 對 代表的意思是 這個減的那個形式是比較多的 也因此呢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 在我談下去之前 我們現在來看 在實質上面 這個Capacity 因為這樣才談得下去 是0.024 而碳酸是0.0012M 也就是在實質上 它大小 現在是讓各位看到 那這個比例是20 換言之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它的concentration是比較高 雖然當然我不要看實質的話 我也知道說 因為這個是20比1 這個量比較多一點 那它 去中和過多的酸是比較 能力比較高的 對不對 所以你亂吃一些很酸很酸的東西的話 你maybeok 不過那其實也ok 因為你進到你的酸 你的胃本來就是很酸的 你的身體本來是要調整的 本來會調整 另外就是 碳酸的這個部分 它是量比較少的 那這是酸 它是要去中和那個碱 所以它對抗那個碱的能力 碱的變化 其實是能力會比較差一點的 那為什麼這樣 那可能就是我剛剛說過 你物盡天責最終出來的這個結果 那這就是一個現實 這是一個現實 它對於去中和extra base的能力 是比較差一點 好 那當然我們還要再進一步去理解說 好 那我如何去控制我的體系 當我有外界的一些變化的時候 那我畢竟有一些extra的酸 extra的減進來的時候 我在那一個當下 我不會有很大的一個PH的變化 但是我原則上 我還是要回到我原來要control的 所以我們要去問說 我們的身體是如何去控制我們的PH 如何的利用那些平衡 也就是我們過去所學過的這些觀念 我們來看看生命體系如何運作 那在這個部分 兩個非常重要的組織 一個就是你的肺臟跟你的腎臟 那基本上我們有一個sensor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或者從生化的角度 我們說是一個受體 通常就是一個蛋白質 一個複雜結構的蛋白質 那它對於這個proton的concentration 以及CO2的concentration 也就是在我們身體裡面 這些東西的concentration 是能夠感知的 它知道你現在 你的這一個proton的concentration 變高了或者還變低了 那它就要去調整 當你的這個proton concentration 太高的時候 它就會增加你的呼吸的速率 你的呼吸的速率變高的時候 你就會在當下有很多的CO2被排放掉 這就是我剛剛說過 它透過這個CO2的這個濃度 就那個gas的那個concentration 去調整 那你的那一個第一段的那個平衡 就是氣體的CO2 跟溶解在你的血液裡面的那個CO2 也就是變成碳酸的那一個平衡 它就要往左邊偏動 你整個平衡往左邊偏動的話 你的酸度就會下降 好 所以它透過呼吸的作用 也就是你的肺 去把CO2 脫除 利用簡單熱殺特列原理 我們可以理解 把平衡偏動 把平衡偏到左邊來 而你的腎臟做什麼事情 那你腎臟也可以去透過一些複雜的運作 運作 把proton proton給移除 另外可以移除一些hydrogen carbonate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你的這一個 proton的 concentration 這是非常直觀的 它就會 這個比較酸的東西 你被移除它 比較不酸了 這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測你的尿液 它的pH值 你會發現你的尿液的pH值 其實是偏酸的 這就充分地顯示了 你的身體的那一個排泄的體系 它的這個運作 你可以拿一片 在普化實驗室裡面 會用到的那個pH4值回去 吃完髒一點 測測你的尿 看看是不是酸性 如果是減性的話 我建議你去醫院走走 那一定是有一些問題 好不好 OK 那另外 我們再來看看 了解了我們的身體的 這一個奇妙的運作 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有用的 一些buffer是什麼 那很明顯的 這一個血液的 pH值控制在7.4 是很重要的 因此對於研究生命科學的人而言 他要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他要去模擬這樣子的一個pH值 他就必須要有一些化學的體系 能夠去把它控制 也因此有需要了解一下 有哪一些我們可以用 在生化的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buffer 你可以用 但是大概不會太意外 其中一個 蠻有用的 蠻著名的一個buffer體系 就是磷酸的體系 那磷酸我們在談到的時候 說過它 對於生命科學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因此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phosphoric acid的這個 磷酸的體系來製備 磷酸是一個三質子酸 它有pKa1、pKa2的存在 在這個地方列給各位的是 H2-Dihydrogen phosphate 它的Ka 也就是它的那一段解離 它的解離 所對應的Ka 如果對於磷酸而言的話 它是它的Ka2 這個Ka是6.2乘10-8次方 對應的PKa是7.21 有三個 磷酸有三個Ka 為什麼我特別挑這個Ka2 它的道理是很明顯的 因為它的PKa 對應到的是7.21 7.21跟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7.4 是不是很接近 很接近 對不對 所以你不會太意外 如果你今天要去挑選一個 buffer的體系 你要挑誰 你當然是要挑這一段 你不會去挑那個Ka1 你不會去挑那個Ka3 因為他們所對應到的 那個PKa 將會離7.4差很多 為什麼用PKa呢 因為PKa 它在那個Handerson Hazelbach的Equation裡面 它其實如果你的那一對 共和酸減控制是在1比1的時候 它其實就對等在那個pH值上面 換言之類的就是說 你如果用一個1比1的比例 也就是你用Dihydrogen phosphate 跟Hydrogen phosphate的話 1比1的話 那你配出來buffer就會是7.21 那離7.4已經很接近了 你只要稍微調整一下那一對的 供二酸減的比例的話 你就可以很輕易調到7.4 這樣子的一個你需要的量 所以在這個地方有所謂的phosphate number1 Number2 這個你不要管它 這是他們大概他們在生化的那個 體系裡面 或者他們在賣的時候 所用的這個名稱 那在25度C 你做細胞研究可能還是 原則上可能還是在25度C 在做在體外的實驗裡面 那你的這個pH值 它的phosphate number1 它的pH值可以控制在6.87 因為不同的組織 它畢竟還是有一些差異的 就是說不同的組織裡面 以及你的血液裡面 它不見得一定是一樣 是很精密的一個控制 那你phosphate2的話 就比較是適用於在血液裡面的這個條件 它是可以控制在7.41 那它們實際上 當然是相對的提供不同比例的H2PO4 跟這個-1跟這個hydrogen phosphate 是-2的 這一對共惡酸鹼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它陽離子的部分 它刻意地是用不太一樣 它那個hydrogen phosphate 它用potassium 可是它的hydrogen phosphate 它用sodium 那這是不難理解的 因為你在生命體系裡面 你要去模擬 模擬要像生物體系裡面 它不會 就是它的這個甲跟鈉的離子 它其實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些生理的角色 所以你盡量希望它不要太失真 所謂的這個真實的就是這個生命體系的時候 它在做這些挑選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些背後的想法在那個地方 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是你可以隨便亂用的 好 所以這次只是拿一個簡單例子 讓各位來看 它輕蝕並不是那麼困難的 好 當然 我們可以繼續問這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 我們一開始說 我們今天這堂課一開始就說 OK 我的Hanselbach equation 做了一個假設 假設就是它解離沒有很多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前面知道一個現象 就是對一個弱酸而言 如果你的濃度拉得越低的話 它的解離的程度就會越大 所以說我們要擔心說 當我的濃度變得比較低的時候 那我仍然可以去做那個假設 說它的解離我可以忽略掉嗎 換言之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開始質疑 在比較稀的一個條件之下 Handerson-Hanselbach equation 仍然可以存在嗎 我還是可以很從容的去運用它嗎 很明顯的我們剛剛看到血液裡面的那個Bufford 那兩個物種對不對 那個碳酸相對的那個物種的濃度 並沒有很高 也因此呢 也就讓我們 用一個exact treatment 來看一看 我們是不是仍然可以導出來 Handerson-Hanselbach equation 或者說 如果在很稀的條件之下 不能用的話 那大概要稀到什麼程度 好 這也是順便等於說 上個章節我們學到了 心理技巧的一個運用 好 那今天我們是一對的HA跟A- OK 好 那我們的A- 這個地方我的加註 這個括號代表說 來自於sodin 跟它搭配的那個鹽 那sodin plus是基本上 不會對於PHG有所影響的 好 那同樣這樣的一個系統 對應到的一個KA必須滿足 這是第一個我們抓出來的 這些物種的關係 另外我們也知道 有一個KW必須要滿足 另外就是charge balance 所有的正跟所有的負 必須要能夠是中性的 要對等的 那我們有什麼洋離子 sodin plus 不要忘掉它 很多時候我們把它忽略掉 但是你在做charge balance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你的洋離子 還有些什麼 除了H正之外 那因離子就是A- OH-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那sodin跟A結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離子型態的物種 丟到水裡面完全解離 sodin plus的濃度就會跟你一開始 用了多少的NAA有關 對不對 所以它基本上 就在數值上會是 跟你的A-的初始容度是一樣的 換言之也就是 這是一個已知的數值 好 所以這是charge balance 給我們的mass balance 跟過去又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過去我們只從HA0開始 那現在我們還多了一個A-0 所以你把這兩個東西混在一起的時候 這是你的一開始 然後它們重新去平衡 就會得到一個在平衡時候的 一個沒有下標的HA 沒有下標的A- 但是我們說過這個物質不滅 在化學裡面的物質不滅呢 它告訴我們初始的濃度 這個核這一定要跟你的平衡時候的 這兩個物質的核必須要是固定的 就跟我們前面一開始講的 你都是keep 是1 你到底是0.5比0.5 還是0.6比0.4 這些東西你最後加起來還是必須1 這個概念很簡單 但是很重要 好 所以現在我們有四個關係式 對不對 我們有這個必須滿足 這個必須滿足 比如我們的Charge Balance 我們的Mass Balance 好 那我們有哪些東西 我們想要知道呢 H+,OH- A-HA 對不對 我們有四個Unknown 所以這是可以解的問題 好 也因此我們開始運作一下 我們說過 這是一個酸性的條件 假設 我們普遍的會把OH-轉變成為H+,的一個變數 所以我們先用掉我們的KW 把這個關係式用掉 然後我們把Charge的Balance 把這個也把它用掉 也就是呢 Sodin Plus現在用A-0帶進去 加上H+,加上A-,加上OH- 把它換成這個形式 好 我們把Charge Balance也用掉 接著 稍微做一點數學轉換 把A-這個移過來 因為現在的目的是要把A-也轉變成為 這個H正的變數 所以我把它 它移到左邊 其它移到右邊去 就變成這樣子的一個 複雜的形式 接著 我們再用Math Balance 我們又把Math Balance 也用掉 Math Balance裡面 裡面的這一個 HA HA0 加上A-0 是HA 我要回到前面這個地方來看 就是這個部分 你現在也把它用掉 那 這個式子的HA 我們保留 我們剛剛已經把 A- 換成H正的 變數 所以 把這一個 帶進到這個地方來 那 你就可以把 HA 變成為 H+,的一個 變數 最後我們剩下來 這一個 你再把 A-跟HA 全部帶進去 就完全 只剩下一個變數 對不對 所以 這就是 你把剛剛那一個 A-的部分 換成它 帶進去 這個時候 你把它移過來 不是它移過來 就是 Right OK 這個地方是已知的 所以 把這些移過去 OK 就會變成 就會變 這個部分 因為這裡消掉 對不對 這裡消掉 OK 剩下一個HA-0 其他的部分 整合 這個部分 整合一下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 形式 接著 把這兩個部分 我們剛剛 所做的轉換 帶進去 就最終得到 這樣子的一個 很複雜的關係 好 現在怎麼辦 事實是 再一度我們要來 稍微檢驗一下數值 在前面的時候 討論過 這個是固定 10-14 對不對 如果 假設 假設我的H plus 在10-7 左右 OK 那 這個平方 10-14 對不對 這整個的計算出來 大概還是在 10-7次方 左右 再度的 如果它 大於大於 這個10-7 很多的話 比如說50倍到100倍 也就是 到了差不多 7-6-5 對 到 10-5次方 的時候 HA0 10-5次方 的時候 這個部分 其實就可以忽略掉了 這裡也原則上 是如此的 因為你的 HA0跟你的 A-0 你一開始的挑選 就不會差異很多的 好不好 所以 最終你還是回歸到 一個 KA等於 H乘上 A-0 HA0 回到這個地方 除非說 你的 這兩個東西的數值 是小到 你不能忽略 這個部分 那你原則上 當然不會小到那個程度 因為我們前面 還提到過 一個buffering的 capacity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如果弄到 10的負 老實說句話 10的負 5次方 這已經是很 很糟糕了 你不太能夠抗拒 外面給你的那些 如果是很大量的 這些酸鹼的變化 對不對 你原則上 這個狀況是不太會發生的 所以 理論上 那個Handerson-Hasselbach的 這個equation 還是可以成立的 除非說你太稀 那我們現在真的來看一個 這個 只是一個例子 如果 我真的用非常稀 這個10-4 已經其實是蠻稀 了 這個Hocl 跟Ocl hypochlorous acid 這一對共二酸鹼的體系 用一個大概3比1的一個比例 這對應到的就是這一對 共二酸鹼的平衡 然後 我們可以把這些數值 帶進去 我們這個 Ka 你可以先查出來 是3.5乘10的負8次方 大概你先取一個Pk 你就知道1比1的時候 大概就在差不多 差不多Pk值8左右了 OK 好 那 這個地方我們寫得比較快一點 對不對 你 這個地方原來是 3乘10的負4 假設平衡的時候有X量過去 就減掉 那這邊產生X這個地方 原來就有1.0乘10負4 再加上那個X 對不對 這個部分我寫得比較快一點 不過以各位現在應該有的一個熟悉程度 應該 蠻容易可以看出來 所以 以這樣的方式去做計算 然後 假設 這個X很小的話 那個計算算出來 將會是1.1乘10負7次方Molar 那這個時候 的確就不能夠忽略 那個水的那個部分了 對不對 不過 在這個部分 如果今天回來看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忽略 相對於這個地方 這兩個數字 負4次方其實是滿OK的 這是可以小到 你真的可以去忽略掉 但是 水的解離是不可以忽略的 但是仍然10負4次方是夠大了 我們 即便這個1.1乘10負7次方 並不是 真的能夠表達這個H plus的那個 concentration 但是 實際上 我們現在的一個重點 是那個Henderson-Hasselbach的 那個關係 是不是可以仍然存在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把實際的這個 用這樣子一個數值帶進去 這就是我剛剛說你 10負7 平方是10負14 然後上面10負14次方 一個負7倒上去 最終出來還是在一個10負7次方 就是它的數值的範圍 它仍然是對於10負4次方 是相對的很小的 也因此最終你還是回歸到 我的這一個 這個Henderson-Hasselbach的 那個equation是OK的 除非說你的這個HA跟A- 還要比這個小 小到10負5次 或者是進入到10負6次方 那原則上是不會發生的 大家不會這樣去配一個buffer 所以可以放心的去運用它 沒有問題 OK 現在我們對於buffer的體系 有了解以後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種運用 那這個運用也是經常 我們可以碰到的 就是低定 Titration 以及在這一個Titration 這個低定的過程裡面的 pH的變化 我們當然在課堂裡面 仍然數比較偏重於一些計算 理論上 這當然可以做在那個地方 什麼時間都不做 算出來一個curve 但實際上更為重要的是 真正必須要到實驗室裡面 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將會在我們的普化實驗裡面 有機會可以做得到 你才能夠真正知道說 在實際的運用上 我應該要注意一些什麼東西 好嗎 好 我們先來看 強酸強鹼的相互低定 直接的再用一個例子來複習 會說這個部分它仍然有相當程度的複習 不過可能各位也不是那麼的熟悉 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一度的看一下 我們用硝酸做例子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50.0毫升 0.200 molar的一個Solution 這是當然是一個題目裡面 我先告訴你 但實際上或許我們真正在實際的實驗裡面 我們目的是要去求它 但是我們可以拿一個非常精準的一個量的硝酸容易 然後用一個標準的鹼來做低定 去低定它 這個標準鹼的濃度 因為它是一個標準鹼 所以是必須固定的 而且是非常標準0.100 molar 好 So 各位很清楚的 在過去的時候就知道 你原則上可以去計算出來說 這裡面的相對應的莫爾數的這個比例 如果相當的時候就剛好中和掉 因為它們要相互做一個酸鹼反應 那個Stoichiometry是1比1 所以很快速地做一個計算 那這個地方乘積就是10個毫莫爾 毫莫爾 我在過去的時候提過 這個地方有個mili 這個mili保留在那個地方 直接乘上一個molarity 出來就是毫莫爾 所以10個毫莫爾 那你這個地方是0.1 對不對 0.1的話 那你10去除上0.1的話就會是100 你就會需要100cc的NaOH 來剛好把它中和 但是你一定會抱怨 那這樣子的話我要低很久 我要用掉100毫升 我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快地離開實驗室 OK 所以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我要配這麼C呢 我就說我 我為什麼要跟自己過意不去 我用1molar 我只要用到10cc就好了 對不對 我很快就可以像現在一樣 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看 我會 announced 我用安全講解 看看 無人 Flag Savannah